- 前面五位老師的分享 - 前面五位老師的分享 - 我剛剛聽完前面五位老師的分享 - 我發現喔 - 國小老師都很擅長說故事 - 對不對 - 國中老師都很喜歡講道理 - 我們就是國中老師 - 所以我發現這個提伍歌就是 - 你自己發現的問題你自己解決 - 因為國小老師講了故事 - 欸 孩子有感的對不對 - 我到國中之後來這提誰會 - 沒有人舉手 - 然後他一頭低下來說 - 賣給我賣給我 - 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 - 那我現在是學務主任 - 聽起來好像很威嚴對不對 - 但事實上我在國中教的科目是 - 健康教育 - 如果你讀過國中你就知道健康教育 - 唉 - 平常沒有人會關注到我啦 - 除了體型之外 - 對 - 我大概在段考前兩週會特別的紅 - 因為考科的老師後來說 - 欸主任 健教有壓力嗎 - 我可以接半節來考一課 - 我想說半節還好 - 我還有半節可以上課 - 這時候他們班數學老師就 - 那後面半節接我 - 可能考完試之後 - 大概健教老師是誰 - 可能沒有很重要 - 不過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削弱了我的教育熱情 - 因為曼德拉說過一句話 - 他說教育是我們可以來改變世界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說 - 原來我不是只是一個可以教孩子改變的老師 - 我其實是一個可以拯救世界的超人 - 對 - 所以我就帶著這樣的信念 - 一點點悲情的尖叫老師 - 但是在教育界有大大的夢想 - 其實在學校 - 在這樣的過程中 - 大概很多老師都會提到 - 你有沒有發現孩子是一代不如一代 - 你們有這樣的想法嗎 - 沒有 - 謝謝你們 - 對我們的教育充滿希望 - 對 - 對我們的教育還是充滿希望 - 可是其實在國中端 - 我們大概看到的是 - 孩子如果在學習成就比較低的時候 - 他的動機會一直掉下去 - 可是這個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 孩子真的不行嗎 - 其實我覺得那個最關鍵的問題 - 應該就只有動力 - 其實我們回頭看看孩子在做事的時候 - 孩子在看那個韓國女團的MV - 學那個跳舞之熱情 - 那扭腰擺臀 - 撫媚的眼神 - 然後男生聚在那邊玩那個線上手遊 - 有那種討論攻略啊 - 怎麼抓寶 - 怎麼購置寶物 - 然後組隊對抗 - 那種投入跟專注 - 我覺得孩子的學習 - 根本就沒有問題 - 對不對 - 超有能力的 - 那問題在哪裡 - 所以我要給各位改變 - 無動力師的第一帖解方叫做 - 什麼樣的老師帶出什麼樣的孩子 - 在過去我們念書的時候 - 大概學習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 對不對 - 要不要讀是你的事 - 老師大概就會有一套賞罰制度 - 考得好獎勵 - 考不好 - 修理 - 處罰 - 那我們大概就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 那學習這件事情大概就這樣過了 - 可是你面對這樣子的狀況到現在的孩子 - 其實這好像不是唯一的 - 我們以前真的覺得老師是真理 - 老師是網道 - 現在孩子才不相信你這一套 - 對不對 - 對 - 你講完話之後他Google - 你就說老師你說錯了 - 尷尬 - 所以其實孩子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 - 他接受的資訊變很多很多 - 你看喔 - 直播主 - 對不對 - YouTube 平台 - 網購網牌 - 甚至很多app - 這麼多新奇的事情 - 都吸引了他的眼球 - 可是最無趣的地方 - 大概就是我們學校的課堂 - 對不對 - 所以我們的樣子決定孩子的樣子 - OK - 如何把自己的課程改變 - 我覺得那是一個關鍵 - 誰說老師不可以當直播主 - 對不對 - 誰說老師上課不可以充滿互動 - 所以開啟話題 - 是現在的老師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 如何當一個可以開啟話題的老師 - 讓孩子願意跟你創新的分享 - 開始引導他去思考 - 順應這個潮流 - 我覺得這樣的老師會讓孩子有感覺 - 而有感覺的時候 - 孩子反應很快 - 你開始跟他談遊戲 - 他是跟你談遊戲 - 你開始跟他談流行 - 他就跟你談流行 - 談完之後我們就進入DFC - OK OK - 我們是把他動力帶起來了 - 所以有動力的老師 - 絕對帶起有動力的孩子 - 你看剛剛前面五位老師 - 如果你是家長 - 你喜不希望你的孩子讓他帶到 - 絕對希望 - 因為他們的樣子會教出你孩子的樣子 - 可是呢 - 有了這麼多的想法 - 有了改變世界的武器 - 我還是只有一個人 - 所以第二個解方很重要 -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 - 一群人可以走很遠 - 當我是一個人 - 有了能力改變的時候 - 我希望把這樣的氛圍 - 帶到我們全校裡面 - 所以我在全校有一個教學團隊 - 就是所謂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 可是我這個社群 - 不是拿來寫寫會議紀錄啊 - 拍白照 - 上傳成果的 - 我們這個團隊是一個跨域組成 - 他們怎麼來的喔 - 有的人是被我邀請來的 - 有的人是被我強迫來的 - 有的人是因為沒課上 - 他要配課 - 所以配到這堂課 - 他必須來的 - 也有老師是被我感動來的 - 我不管那個開始的原因是什麼 - 我把握住任何一次機會 - 都要讓老師知道 - 什麼樣的老師 - 會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理念告訴他們 -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就這樣呈醒喔 - 我們平常做的事情就是 - 我們重新的去感受 - 這個學校的孩子 - 需要什麼樣的學習需求 - 然後我們透過想像 - 透過對話 - 我們開始去把我們的教學策略 - 做一些創新 - 做一些改變 - 那有了改變之後呢 - 透過校定課程 - 我們勇敢的去實踐它 - 那老師去到班級的課堂教學 - 是創新的時候 - 他就很想把學生給他的回饋 - 帶回到團隊 - 所以我們在每個月 - 我們都會進行分享跟回饋 - 那在這樣子的模式之下 - 老師變得很有動力 - 我真的不瞞你說 - 有一個老師遇到我的時候 - 他說 主任 - 我們這禮拜公背要談什麼 - 我說有這麼急嗎 - 他說 我好期待公背喔 - 聽到這句話真的覺得有感動 - 老師有了動力 - 孩子有了動力 - 其實我們讓整個孩子的學習 - 不再無趣 - 老師的教學 - 不再無奈 - 對不對 - 你有沒有剛剛發現 - 我講的這個解方 - 就是DNC的哪四個步驟 - 教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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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說這樣子的功背不會很無趣嗎 - 我跟你說不會很無趣 - 我們團隊已經這樣走了五年 - 足足五年 - 而且因為這五年的歷程 - 我們從去年開始 - 我們就有一堂課叫DFC - 所以我也沒有壓力 - 我的壓力就是我們的DFC - 要走到哪個程度 - 然後現在做到什麼進度 -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教學 - 不會再只有限制在課本 - 限制在成績 更不会局限在校园 你看我们要开始去连接社会 接轨国际 我觉得只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才可以创造孩子新的学习的意义 然后让孩子真的培养 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OK 所以无动力世代 不应该是一个结果 它应该是让我们这些团队 重新找到学习意义的新契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边 开始改变我们 从我们自己以身作则 从我们开始团队的组成 去改变孩子 正义联盟都告诉我们 你无法独自拯救全世界 为了未来的孩子 我们可以把我们团队的力量集合起来 然后为教育开始改变 我想学习的意义会重新被创造 那无动力世代就会消失 我们会full of power OK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做个总结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有停 真的听完之后 我们just do it 我是高雄市大湾国中 申优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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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